- 新加坡內卷也要親祖, 還說新加坡的華人媽媽是批量生產廢掉的孩子。 一直以來,他說新加坡都是很多東南亞家長心目中的教育生地。 雖然這個國家的面積沒有北京的通州區大,人口只有六百萬, 但它能夠擁有兩間世界排名前三十頂尖大學, 而且針對全球十五歲學生的能力測驗中, 新加坡的小朋友在去年拿了所有類目評估的第一名。 難怪有人說,其他國家在批發做提高手, 新加坡反而批量生產精英。 亦因為這樣,不少家長就將自己的小朋友送到新加坡, 希望自己能夠變成下一個TikTok的CEO周壽之。 不過,雖然新加坡的教育叫全球頂尖, 但這裏與東亞文化圈其他國家一樣卷, 甚至卷得更加厲害。 在成績背後,新加坡小學六年級的小朋友近視率長年保持65%, 即是說十個小朋友有六個半是大眼鏡的, 有超過七成的小朋友對於失敗是極其恐懼, 每十個青少年就有一個或多個患有精神疾病。 在新加坡說連內卷都要突出,都要趁早, 還說到他們九歲就有三十幾歲的壓力。 在2001年新加坡網路上流傳一個招聘家庭教師的廣告, 廣告中發出招聘的家長願意開出一小時三百多元工資。 但要求就是要這個家庭教師給一對年近十三個月大的雙胞胎每週補習三次英文和語文, 一出世就補習喲。 你沒聽錯,是十三個月,不是十三歲,還未懂得行, 只要懂得寫字,只要懂得背書。 原來在新加坡這個情況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因為三歲入到補習班是經常有的事, 四歲就開始準備, 有時可以講得上新加坡的教育, 是由小時候開始就要的理上學。 而有些中國家長帶小朋友移民新加坡之後, 就發現本地班裏面每個三歲左右的小朋友都懂得計數, 而自己的小朋友就由學霸變成當地的學渣, 說自己每個禮拜最痛苦的時候就是和他寫作業, 而升上小學之後,雖然新加坡的小朋友平時只是上半日的課堂, 但是他們的學業壓力是有增無減的, 現在覺得新加坡的家長是這樣描述自己上小學的女兒的一日。 說早6點多就要起床, 下午放學之後就先去托管中心, 然後再送去補課返到家七八點, 玩都沒得玩,直接睡覺。 在新加坡的一些節目裏面, 這個節目叫親子天下, 說早6點40分這些小學生就要坐爸媽的車, 開始新一日的旅程啦, 就算當日天未乾, 小朋友亦都會借著車上面的燈光, 開始一日的早讀, 跟住下來, 這架車就會載他們去學校, 載他們去補習班, 去所有能夠增加他們學習競爭力的地方, 連食飯都要在車裡解決。 不過平心而論, 這一種這樣的課業強度, 原來在東亞學生的人均情況裏面不算特別大。 在新加坡的報導裏面, 原來新加坡學生是承受著跟他們年齡嚴重不相符的巨大壓力, 為了準備考試, 有中學生是會服用治療兒童多動症的藥物, 因為這種藥物是有精神輕粉劑, 令到他們能夠三十個小時不睡, 而且能夠高強度複雜。 有些小學生12歲患了嚴重焦慮症, 在小學升初中考試面前是會突然之間哭的有些人。 而海外社交媒體有些人亦發貼, 就説受不住高壓生活, 是故意跟父母報低了考試的成績, 令到父母失望, 然後送自己去一間壓力比較少的學校。 其實大部份的壓力來源都是來自一句說話, 就是擔心自己考得不好, 其實大陸甚至港澳每個地方都有這種壓力。 不過是猜不到新加坡的壓力強度是會比大陸更加厲害。 而南華早報的街訪中, 就説到不少新加坡學生就在這樣的痛苦中, 提前成熟, 被迫去了解人生壓力。 因為2024年改革之前, 這個PSLE的考試體系, 可以為新加坡學生所經歷的第一次分流, 考生的分數, 將會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考得好的話, 就能夠去名牌大學以後過精英的人生。 考得不好, 就會去教育的慢車道, 譬如讀工藝教育學院, 在那裏是學一技之長。 而且考完就不代表學生可以釋放。 之後還有ONA三大水準考試放在他面前, 就要看他能不能一直頂到底, 在這高競爭的氣氛下, 殺到出來。 如果由制度上來看, 無論你是學霸還是學渣, 都可以在一次次分流中找到自己位置, 就不會是一考定終生。 而總理李顯龍, 經常安慰小朋友, 不要將考試看得太重。 不過講當然這樣講啦, 實際就不是這樣啦。 而去到2012年, 當時教育部長黃瑞傑, 提出了一個口號, 這個口號是說每間學校都是好學校。 於是政府取消了學校分級排名取消年中考試, 將考試類型合併, 亦都改革了小學生初中的考試分流制度, 就是為了能夠跳出為成績論的東亞文化圈的共性。 其實講到尾, 都是想學生壓力少些。 但這裏雖然不搞排名, 但家長會自己搞的。 你現在網路那麼發達, 其實他們自己是會將學校自動分成三六九等。 在今年的五月, 新加坡的《海峽時報》亦都發表了一篇評論, 說來到今時今日, 新加坡的家長對於名校依然是一種強烈的癡迷, 而其他的調查中, 亦都有79%的新加坡人, 將大學文憑當作未來博取成功的關鍵, 所以為了能夠給自己的小朋友開出一條通往名校之路, 新加坡的家長可以講得想用盡辦法。 譬如小學階段, 就想給自己的小朋友申請到一間不錯的小學。 那竟然那些家長是要去這間學校做一段時間的義工, 即是免費勞工, 而且這些勞工的名額是每年都要去搶的, 不理你是不是大明星都好, 都需要乖乖地去這些學校做義工。 而做義工的時間是40個小時, 你不能夠做少也不能夠做多, 做少就不算數,做多也沒有加成, 所以家長都捲成這樣, 那你可以想到學生是一個什麼情況。 後來他們的報道也講到, 說新加坡的教育內卷, 是要追溯這個國家所存在的一個驚書文化。 總之凡事都要突出, 見到有隊就要排, 見到地鐵門開了就要逼上去。 有一個德國小朋友, 開到新加坡留學, 就體會到震撼, 說這裏的人, 無論是食堂食飯, 還是在圖書館複雜, 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拿東西霸位, 一個硬幣也好, 自己的筆基本也好, 不理最後用不用, 總之見到位就要霸了先。 不過這一個應該都是新加坡的文化來的。 你想下, 新加坡地方小, 而且人口不算得上很多, 如果不是有一種驚書的心態, 是好難說用不到六十年的時間, 就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 所以驚書應該已經是當地人的生存本能。 但新加坡其實也面臨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除了內卷之外, 就是大家都不生小朋友。 2023年, 全新加坡只有3萬5個新生BB, 生育率跌到0.97, 是歷史低位來的, 和2014年的1.25比跌了相當之多。 其實新加坡這個地方讀書, 以前也有了解過的, 讀大學那些, 當時了解好像是相當困難的, 最主要是擔心自己讀不上, 要是有那些講座, 或者是相關的資訊都看過, 當時最後沒有選擇那個地方。 不過啦, 好像他這樣說, 如果小朋友的壓力那麼大, 其實都幾辛苦的, 當然啦, 他們的文化就是這樣啦, 可能習慣了, 不會身邊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就覺得沒什麼, 但我們外人去到, 可能未必那麼容易頂得順的。 好了,今集就和大家看了一看 這些新加坡資訊, 好多人都說新加坡好呀, 或者是怎樣。 今次就由另一個角度, 去看下新加坡的東西啦。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 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